老柯柯建民 他又写了两千字的 挨的美德恩书的长文 里面露露等字字句句 写得实在悲壮 他说复义虽然不能成功 但绝非终战 绝对是下一个阶段 更危险时刻的开始 勿为罢免言之不欲言 好那同时呢 也释放出消息说 这个下一步 当然就是走视线战了 那同时也要提起 暂时处分 好这边我先请教蓝轩 好那因为大家都很关注啦 就是说你下一阶段 肯定会走到视线大战 那现在民党这边要提 暂时处分 暂时处分的话 大家想说哇那听政权 调查权没有办法赋予 这个立委这相关的 这些权利 但是是不是也无损于 现在蓝白还有在野 他们还是继续打 弊案的战利 那当然 我觉得在这个之前 有关于这个先是复义 然后再是视线 或者能等到时间 满了一年之后 还要再提出罢免 这是民进党 当然目前为止看起来 很清楚的一个战略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尤其是先复义 然后复义不成呢 再视线 他基本上就可以拖延 让这个立法院的 立法院的这个职权行使法 能够暂时不要通过嘛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对民进党来说 当然是这样的希望 他们一定会这样做 所以现在提出来 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那只是对民进党 对于在野党来说的话呢 当然我觉得你会期待 因为这场抗战 对于民进党来说 我觉得他是已经 吃了赞坨铁的心 要站在 刚刚列文也讲到 就以赖清德的德意志 为他这个硬碰硬的主轴 我认为他会继续的打下去 直到这个战场 被他打到烂 打到爆 已经没有办法 我想基本上 等到他真的感受到 全民唾弃的时候 他可能想要苟言传传的 等到下一次的选举开始 就是2026年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他们的战略 所以回过头来看 在野党当然就只好等待 他这个视线 那这个视线之前的话呢 就是他必须要去团结 我想这个蓝白之间 我想这个对民进党来说 我觉得他最笨的一个战略之一 就是呢过去的这段时间 他让蓝白之间不得不 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而且呢走到现在为止 他都不都就把这个富跟其 跟黄国都绑在一起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的话 你基本上已经没有分开的理由了啦 那我想当然对在野党来说 也必须非常清楚知道 目前的执政党啊 这个当家闹事当家不做事 真到了匪夷所思的状况 我觉得也没有任何理由再分开 再有任何的意义啊 那尤其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法案 我觉得他应该继续推 我觉得这是一个所谓的新民意的期待 但回过头来我们刚才讲到说 民进党这样的策略 我是真的觉得 我不晓得对赖清德来说 他是不是真的还觉得说 哇我这些高招啊 这个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妙 非常的好 一步一步走下去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他必须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他很多的策略 目前看起来都已经出现了疲态 都出现了一些可能是 超乎想象中的反弹力道 我觉得有几个很清楚 第一个民调 民调看起来的话 他基本上没有得到选民的支持 甚至没有得到超过他的 自己的这个死终支持者的支持 这是第一个 有老师昨天他来我节目讲这个调势 对不对 他说调太快了 他一开始就讲调 他比他预期的快 没错没错 而且不只是单独针对国会改革 这个法案本身的立场 包括对政党的支持度来看的话呢 在这个三个党 在这个新国会的运转之后 你对政党的支持度如何 民党排最后一个啊 虽然中间差距不算大 但民党就是排最后一个嘛 那你先是执政党嘛 我觉得第一个是民调 第二个外面的青鸟 我觉得看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这件事情 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大师大飞的问题 这是一个我们到底有没有公共政策 讨论的空间的事情 连林佐水都跳出来告诉你说 你这个是宪法白痴吗 你这个内容 就是到底昨天的 卓榮泰讲的一番话 跟这个柯文建民讲的这些话 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连林佐水都听不下去了 显然的不只是这个部分 我觉得如果说当年轻人 还像是这个过去的号之外 动不动就要这个包围 然后动不动呢 就可能会进到国会 占领国会的话 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事情 对于台湾的政治来说 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更觉得失望 但是显然的 目前看起来上次八万十万 这次这样八千 连一万都不到 我认为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对民进来说 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觉 就是他召唤不来青鸟 不要讲说今天中午 以前是烤鸟 我刚刚来说还是下雨了 那叫落汤鸡了 早上去烤的 下午是零的 零的买身都是水 真的对他们来说的话 但是问题在于说 如果你这样的一个主张 你的整个立法院的过程当中 你的一些诉求是真的话 管他这个日晒雨淋 坦白讲学生一定是 跟你挺到底的嘛 但问题事实上不是 那为什么不是呢 我觉得他这个会非常清楚 那再一个就是说 对民进党这些 过去的这些畅党元老们 他们如果说说一次 说两次就不说了 过去竟然是这样 忍不住就不说了 不说的话 那觉得为了大局着想 那你会发现 现在这些民进党 包括林卓水 包括游云龙 他已经不管你怎么样了 我说了 你不爱听我继续说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部分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 就是目前赖清德所走的路 以及昨天柯建民 那个所谓2000字的 ID每登书 我真的觉得 对于民进党路线的背叛 我觉得是超乎想象的 所以我觉得有关于 柯建民昨天的脸书文 一定要跟林卓水的脸书文 放在一起看 你就会知道说有多么的精彩 我随便念一段给大家听 就是刚才其实先会也有念到 比方说这个柯建民就批评嘛 就整个对啊 什么违宪啊乱政啊什么的 他就说呢 昨天呢事实上是累宪法法庭 正反双方论调 这个蓝白自己演出自杀式的 神风特工队 走上了政治的断头台 接受民意的纽伦堡大臣 我觉得他活在哪一个世代啊 又是神风特工队 又是纽伦堡大臣 这个是纳粹吗 这是民粹吗 到底是谁民粹 我觉得这是 然后他就说这个世界政治史上 最尖点的闹剧 悲之哀之 然后他就说呢 昨天啊这个立法院 这个行政院提出来的复议报告内容 以及卓榮泰的相关的这个说明 见解无懈可及 必留立法院侵蚀 国会永至于路 当之无愧 那个时候卓榮泰呢 以最高行政机关的这个各位身份 加他自己本职的法律人 那他是中心法律系的嘛 以四两拨倾听的方式呢 轻轻松松就把在野党的批评呢 这个事与无误等等的化解掉了 你看林作水怎么说的 林作水说震撼啊 太震撼了 他说呢 竟然可以说 提示线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说现在 就当初他们自己也被讲说 他们的法案有提出来 他说那这个是违线 当初就违线了 不只是现在再也挡回线 当初就违线了 他就说呢 对于当时的两个大律师 这个陈水扁 谢唐鼎 还有呢这个提案的 我们刚刚也都聊到了这个林作水 还有呢这个顾丽雄等等 所以显示他们一个一个 都是宪法白痴吗 直到现在才被党团发现吗 所以呢 我觉得这问题上 你会发现林作水 你真的要去比较林作水 跟柯建民的分量 你说就辈分来说 两个人可能都是创党员了 两个人都是第二届的立委 但是很不一样的是 林作水是新潮流当中的 你要讲什么邱毅人啊 吴乃人啊 这个什么红红其商 接下来就是林作水 理论大师 对他是台独理论大师 你要就分量来看的话 他重量度来看的话 柯建民根本比不上 他就是帮这个 陈水扁 瞧法案等等的 他就是一个瞧王 瞧王助王 所以呢你从这个角度去看 谁的话真正的 你可以去反映出 当初民进党的初衷 民进党的创党理念 你这样对于民主改革 政治改革的想法 所以当这个林作水跳出来 一而再 再而三连 我觉得他话已经讲到这个程度了 就是说你把他当白痴吗 我觉得他不只是在讲 柯建民是白痴 我觉得你把他当白痴吗 你把老百姓当白痴吗 所以我觉得事情到现在为止 如果说他要走上视线 我觉得视线相对来说 还比起这个副院来的中性一点 我的意思是比方说 你说国会调查权 调查权你要怎么设立 因为现在监察院 也还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有调查权 那立法院也有调查权 那立法院要有多少的调查权 那或许我们大概可以来讨论讨论 但重点在于说 这个叫违宪吗 所以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 当你可以这个反黑为白 然后他自己讲的什么 下戏下警 这个是柯文哲自己在脸书上面说的 你不觉得你在讲自己吗 所以我觉得最后一句 我真的觉得 上帝要让一个 要让人这个灭亡 先前一定是使他疯狂 我觉得现在的柯建民 已经疯狂到极致了 他是一个中华民国的 执政党的立法院的干 这个什么党编吗 我真的觉得太丢脸了 你也和我一样 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圣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